为切实加强土壤防治污染 逐步改善土壤环境的质量 国务院昨天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通知提出 到2020年 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到2030年 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重向好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 到本世纪中叶 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具体来看 到2020年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%左右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%以上 到2030年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%以上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%以上 市场人士表示 土壤修复市场面临巨大的市场空间 A股中土壤质地概念股 如永清环保 梅尔利 铁汉生态 宏达星叶 东江环保 桑德环境等 值得重点关注 中投证券建议 重点配置高能环境和永清环保 深万红圆建议关注高能环境 博士科以及新人环境